喜喜妹子 你把小舅姐给我没玩两天呗 反正又不孙思什么 接上集 通话结束 陆端端紧张地拍了拍胸口 哎 楚弟已经有对象了 白姑娘会不会将我这个罪魁祸首大谢八块啊 不管怎么说 自己做错的事情 自己负责到底吧 病房里白伤宁正在输印 烧得别人还以为被子底下躺了个骷髅架子 任谁和他说话 他也不理 你既想和楚弟在一起 又想端着身家 那怎么行 还不如陆端端厉害 虽然手段不那么光明 甚至很拙励 但人家还知道争取了 事到如今 想让楚弟反过来再追你 那是不可能的了 你自己上啊 你杀到京都去啊 我给你报销差旅费 可任凭小九怎么吼 白伤宁只闭着眼睛 一点反应不给 白伤宁 这是谁也帮不了你 得你自己解决 楚弟 喂 你和我说 楚弟对你做了什么 我给你保凑 白牧丹卷着袖子 咬牙切齿 女大佬的气质霸气侧漏 这个楚弟是不是水了你 我要让他回飞眼你 楚七七被呛到了 闭嘴 小九冷声制止白牧丹 贴心的帮媳妇拍后背 你不要瞎说好吗 你能不能长点心 江月也等了未婚妻一眼 不行就退婚吧 跟这样的人没法过日子 楚弟是七七的二哥 啊 误误回 白牧丹立刻又把挽起的袖子 放了下去 嘴扣蓝板了 都是紫鸡的 白牧丹也没招了 小心翼翼的看向妹子 要不 我把江月赶给你 江月唇角一抽 所以说 没有感情的婚姻 处处充满背叛 脸瞅着妹妹不动心 白牧丹又和七七商量 七七妹子 你把小九姐给我没完两天没 反正又不孙思什么 楚七七服额 小九直接无语 连个滚都不想说了 心里同行江月一秒 你们回去吧 我没事了 不行啊美 就得陪你 走都出去 白伤宁猛的坐起来 拽掉了手上的盐水管子 呼呼往外冒险 美你别生气 我走 走走走 白牧丹跳起来跑了 跑到门外又拐回来 把江月拽跑了 一向稳重的江月 摊上这样活猴子 一样的未婚妻 一点办法没有 只想退婚 护士进来 帮白伤宁重新固定好皮管子 哥 我留这里照顾他吧 陆端端小心地请示道 白校长的儿子儿媳 都回来过节了 家里又来了好多亲戚 可能照顾不过来 小九看了眼白伤宁 他现在的状态 确实需要人照应着 端端 你是成年人了 什么事情 你自己决定就好 嗯 只是 你别惹他生气 不行你就回去 我知道 我不会惹他生气的 陆端端从出生起就卑微 在家缝里生存 形成了讨好型人格 加上感觉自己对不起白伤你 还不得挖心挖肺的照顾着 我的意思是说 你留下来照顾他 是站在平等的基础上 你可以照顾他的情绪 但不要讨好任何人 嗯 陆端端点了点头 心里暖暖的 从小到大 还没人和他说过这样的话 平等 太美好的字眼了 可他从来没尝过 小九回到家之后 思虑了一番 再次给楚弟打了个电话 但楚弟依然没回来 今天是中秋节 楚弟被女方父母 要家里吃饭去了 楚弟 别客气 快吃啊 张黎的父母 也非常喜欢楚弟 楚弟入学的第一天 他遇到了一个 叫张黎的姑娘 我对你一见倾心了 能交个朋友吗 他笑着问 名谋好事 眼含秋波 把一个人从心里删除太难 替换了也许容易些 于是 他把相思放下 答应了女孩的请求 楚弟 来尝尝我妈做的糖醋鱼 谢谢 楚弟礼貌道谢 却怎么都吃不下这块糖醋鱼 我来买鱼 我想吃糖醋鱼 白商宁的话 再次在耳边响起 怎么了 不合你胃口啊 张黎关切地问 张夫张母也紧张地 看着未来女婿 不 一看就好吃 楚弟微微一笑 吃掉了那块糖醋鱼 白商宁太优秀了 正规大学毕业 是我配不上他 那就不要辜负张黎了吧 小九在给楚弟 打第三遍电话的时候 还是没人接 他突然顿住了 这就是所谓的 有缘无分吧 怎么了 我二哥还是没在吗 也许他不接也好 万一他知道白商宁的情况 就等于把他架在火上烤 他要是回来 对不起新人 不回来 对不起救人 但是 白商宁毕竟是咱们的合伙人 立下汉马功劳 咱不能不管他 管 谁说不管 我给他请最好的心理医生 干预一下 嗯 这样也好 真愁人 谁让你愁了 管好你自己的老公就行了 夜幕降临 中秋十五月正元 冷露无声石桂花 一家颜值超高的人 围在桌前赏月聊天 突然啪的一声 一只炸猛掉到了桌上 哪来的炸猛 这么胆大 敢往家里飞 爷爷 我想吃烤炸猛 玲玲曾经试吃炸猛大户 田里的炸猛被他吃到绝种 不过 自从爸爸买肉回家之后 他就没吃过炸猛了 现在想想 炸猛还是挺香的 好了 爷爷抓起来 烤给你吃 路径起身一把抓住了炸猛 这时又有几只炸猛落到了桌面上 小九突然觉得不太对 啊 难道是蝗灾来了 哟 还真有这个可能 蝗灾来临之前 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就是炸猛会变得非常嚣张 恨不得将屋顶都吃了 明天到谷就收割了 今天却来了蝗虫 今年没有下荷花和高春兰 跟他抢粮食 蝗灾却来了算怎么回事 快点通知村民 现在却收割 来不及了 孩子 蓝锦曾经亲历过蝗灾 一旦第一只蝗虫到了 蝗虫大军随后就会压静 他们的牙齿很厉害 会请客奸将河苗吞吃干净 你就是能搁个三笼五笼的 还没抱回家 半路就会被蝗虫截去吃了 那怎么办 没得治了 琪琪你别怕 你和妈妈带好孩子 我去喊大家一起想办法 路径交代完 跑出去通知村长和村民 小九冷静的思索着 对付蝗虫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用杀虫剂 可惜 没有杀虫剂 现生产都来不及 那么只能从天敌上解决它们 这大晚上的只能用家鸡来对付了 鸡在夜里是怎么 对了 可以用鸭 而且鸭的战斗力比极强 小九立马给老丈人打去了电话 还好阴楚地远在他乡 楚山也花大价钱安装了一部电话 爸 你能不能想办法借点鸭 老丈人家靠大运河 那边的村民大多数都养鸭 还有好几个鸭场 怎么了孩子 小九把村里来黄虫的事情 跟老丈人说了一遍 老丈人也大吃一惊 这玩意要是不补杀 肯定不止祸害一个村 两个村 说不定我们整个宁溪县 都要被吃个寸草不生 孩子 你大概需要多少呀 多多一善 能弄个两万只 别弄一万 行 爸 这就叫上你大哥去见鸭子去